现在我们来测试另一个萤幕画笔的功能 首先在选单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如果是属于现在的绿色状态 笔尖有一个绿色 这就是已经进入绘图模式 再按一下变成红色的话 就表示现在是在一般的操作状态下可以使用 那我们来看看 进入绘图模式之后就可以直接绘图 那么这边你可以上一步下一步 不过它也是一样 就是颜色的部分是没有办法直接做调整 必须是属于付费版本才 在免费的功能部分 主要就是只剩下这支画笔可以使用 其余的像包括拍照的功能 或是设定的功能 这些都是属于付费的版本才可以做得到 最后如果您要离开它 可以按下左下角的叉叉 这样就可以了